而因应多元的人口组成特性 打造多功能复合式艺文中心 复理箱公所争取了行政院补助经费 推动复理箱多功能中心诊件计划 两年共计新台币3600多万元 进而来提升民众对艺术文化的认知与兴趣 为了因应多元的人口组成特性 打造多功能复合式艺文中心 复理箱公所争取行政院补助经费 推动复理箱多功能中心诊件的计划 来协助复理箱公所大力促成 让所有复理箱都能够跟市区的民众一样 拥有舒适美观的休闲艺文活动空间 我们初步的一个规划是 第一个一楼的时候 第一个看我们外面需不需要 入口印象的一个拉皮或修建 这个研究一下 还有第二个我们一楼 其实我们要是做艺文展览 包括当然空旷什么都可以用 包括看来讲老人家这些 都是可以搁在一起 所以如果要艺文展览这些 包括灯光服务台数位音响这些 移动的展墙 也可以研究一下 两年总经费总共有3600万元 将复理箱老人文康中心 整建为多功能活动中心 一楼是服务台 行政办公空间 多功能活动空间等等 二楼则是图书馆 三楼是多媒体演艺厅 亲子图书共读区等等 进而提升民众对艺术文化的认知以及兴趣 江东城表示 复理箱居民多以务农为生 各项休闲生活场域颇为缺乏 因应乡内人口多元组成的特性 打造多功能复合式艺文中心 就显得为刻不容缓之势 记者高松双部里箱采访报道